那个不说两个人选那个呢 哦那个啊铁丹 来了钱总 来来来来来来丹丹 哎呀 钱总好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爸爸 你好 这是我公司的秘书赵铁丹丹丹 哦 你这叫赵铁丹丹啊 你见着我 为什么那么平静啊 啊 你看人家小四见到我之后 多么的热情 向干爹的学习 向干爹的学习 干爹辛苦了哈干爹 行行停停停停 你看 热情的多热闹是吧 我特别不清楚 为什么你见到我之后 这么冷静 那个爸呀 那个铁丹呀 刚离开大学校门不久 小四会的这一套他不会 但是啊 在咱们公司 人家兢兢业业认真工作 是个人才 是不是人才 我说了算 啊 来 打开来 哎 好嘞 这是啥呀 嗯 妈呀 爸呀 画的谁呀这是啊 怎么写的呢张飞 等会儿啊 我问上那么一句 干爹这幅画是你画的吗 是啊 哎哎哎哎哎 文啥呀 什么想的你了 什么景色 我是闻出了这幅画的艺术气息 麻烦了啊 是不是怎么能是我干爹画的 啊 文明是世界级的艺术家的作品 不是 干爹你也不用揭在场子里 你告诉我这实话 这画真是你画的吗 对呀 画得太好了 这哪是张飞的画啊 这是 这不张飞的照片吗 好 干爹你信不信 就这个我给你拍卖了 能卖个天价 叶玛琳 你们 下面我就要拍卖 我干爹亲手给张飞照的照片啊 下期卖也要的没 五十四三二十 五五 五菜你自己留着买菜吧 这个话我收藏了 行了吧小事 拿过来吧 还挺能拍的啊 张飞照片 咋的 你见过张飞本人呢 哎 赵铁丹 你的意思 是我画的不好呗 恕我直言 您这幅画里有明显的错误 是吗 你看啊 那张飞骑的是雾锥马 啥时候改骑牛了 很有可能 张飞的大哥刘备有事 把那个张飞的马借走了 于是乎他挤牛娃娃不行吗 行 太行了 那个钱志芳 哎你什么意见 爸说啥就是啥 哦 你还有什么说的 那你爸的也不是张飞 你看啊张飞用的是杖霸蛇毛抢 啥时候耍大刀了 那 那个 张飞的大哥刘备 把他那个杖霸蛇毛那个枪给借走了 你是否他就把他二哥的大刀给借来了 往出去耍耍大刀不行吗 行 太行了 那个钱志芳你什么意见 我的意见是爸说啥就是啥 就是有一个问题 咋都借给他大哥了呢 你管哪 这是啥子大哥老大说你算咋的 好好好 你也有毛病 那你你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那您画的也不是张飞 这孩子这么僵 来来来来 来来下一副下一副下一副 这还一副呢 这家伙长 你这孩子怎么会生日呢 来来来来 哎呀走 这又是谁 这又是谁 你这么一点文化都没 没有呢是是谁 我告诉你啊 李白写的是哪哪哪这首诗 李白写的吗 等会儿 跟爹啊啊 这幅画也是你画的吗 是啊 呵呵又闻上了 来闻出来没 闻出来了啊 这也是出自那位艺术家 知首的作品 怎么呢 你等会儿啊 就是这位艺术家 为啥 一股嘎的躺味 哈哈哈哈 来下面我们拍卖李白的这个诗啊 小色你可行啊 别拍了 你咋慢慢能扯呢 哎你先别管他 你就说这画画的怎么样 你这画的问题更明显啊 我们都知道这幅画的这个作者 永鹅是不是 嗯 他的作者是罗宾王 啥时候成李白了 哈哈哈哈 不是你你你到底什么意思吧 是不是 你看为什么他就 是李白呢 为什么呢 是李白呢 反正我就不管那些 我干爹说啥都是对的 啥就啥就对了 你咋不敢说句实话 你咋没说实话 你过来 捋捋给他捋捋 来我问你 李白就没见过鹅吗 李白有一天 出去遛班的时候 看见鹅鹅鹅 一共三只鹅 那只鹅 在湖面上歪着脖子 就问李白 你是叫李黑吗 你白啥脾气啊 拿起鹅就给扔锅里了 从此以后就有了 铁锅炖大鹅 李白吃鹅的时候 萌生出来的一首是 鹅鹅鹅 许向向天阁 你可拉到 我这是两回事 我刚有照铁答案 关键是谁画的画 我跟你说啊 别来那一套啊 黑就是黑 白就是白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我 对 给你看 你看